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宿地,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要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德国汉诺威宣布 美国将向叙利亚增派250名的特种部队和其他军事人员协助打击伊斯兰国 奥巴马说,伊斯兰国是美国与欧洲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 增派的250名美军士兵将以特种作战部队为主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武装组织提供训练与协助 但是不会直接参与或者指挥作战 奥巴马说,美国之前派往叙利亚的一支50人特种部队 协助温和派的武装组织从极端分子手中夺取了重要的地区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希望增兵可以延续目前的作战气势 奥巴马还呼吁欧洲国家在打击伊斯兰方面贡献更多 他说,欧洲必须继续加强空袭,增派军事训练人员 为重建提供经济缓注 比利时布鲁塞尔空袭之后预袭的地铁站今天重开 当局只开放其中两个出路口,保安维持严密 持枪的警员在月台巡逻 铁路发言人就表示了,爆炸未有造成车站的结构性损毁 修复工作比较简单 铁路公司安排遇难者的家属在车站重开前的周末 在车站盗链,车站增设计垫墙,让民众流言盗链 有每日都要到车站乘车的乘客就表示了 路经事发地点时难言悲痛 美国五角大楼发表了年度的报告说 去年针对中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执行航行的自由任务 航行自由任务涉及派遣海军军舰和军机进入其他国家 企图是限制进入的地区 两页的报告指出了,针对中国的行动 包括是挑战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上空的声称的管辖权 以及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对飞机的飞行限制 国防部长卡特就说了 虽然受到中国的反对 美国海军会继续在这些地区执行任务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就说了 由于担心中国企图是透过兴建军事设施加强支配南海 美军今年会加强航行自由任务 除了中国,美国去年同样在印度,印度离西亚,伊朗,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阿曼,菲律宾,越南,尼加拉瓜,阿根廷和台湾 是执行了航行自由任务 数目是比2014年减少了6个 山东济南非法疫苗之案 国家食品药品的监管总局就表示了 已经查出了45家药品经营企业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 包括是编造药品销售的记录 像无资格单位和个人式销售疫苗等生物制品 以及出租出借证件等等 当中两家企业已经是被吊销了药品的经营许可证 41家将被吊销许可证 另外两家企业被移送了公安机关 当局就表示了 案发时被扣押的32批涉案的产品 其中29批已经完成了有效性的检验 当中两批不符合标准规定 但是没有涉及疫苗 接受异常毒性检查的30批产品 全部符合标准 明镖职工的协会就发表声明提出 是透过编辑部的员工自愿解减资源的方法 省回了借故执行总编辑将国员涉及的金额 要求公司是撤回解雇的决定 总编辑中天祥也是应就安排负责和道歉 协会又要求管理层和中天祥是在星期三一同是响应员工的要求 如无切实的响应不排除有升级的行动 协会昨天要求中天祥今天下午五点前响应员工的要求 声明提到中天祥回复指出要星期三才能够商讨 协会认为难以接受 协会今天在向管理层世界华文的媒体执行主席特别助理温昌文是提问 但有大量要求未有明确的响应 故要求后日与温昌文、中天祥以及明报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张求昌一同会晤 声明又指出温昌文提到的暂时不在裁员 但是细节欠缝 协会要求公司讲解营运的情况 又要求停止一切阻碍专人作家发表自由的做法 关注要文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股市今天的一个最新情况 美国今天晚上开始议息 那么地产股造好 港股高开了75点 暴跌了21,380点 不过呢很快的掉头向下了 最新就下跌了114点 暴跌了21,190点 跌幅为0.5% 国际指数开升38点 暴跌了9,025点 目前就到跌了63点 暴跌了8923点 跌幅为0.7% 地产股造好 恒农地产上涨了1.8% 暴跌了16.38元 长诗地产曾经一度上涨了1.8% 暴跌了53.05元 重磅股普遍的向上 汇控上涨0.3% 暴跌了51.6元 中移动下跌0.5% 暴跌了90块 腾讯上涨0.7% 暴跌了161块 钢交所则上涨0.5% 暴跌了200.08元 美元对各主要的货币偏软 市场是与七联储局 本周议息会议后的声明就显示出 当局在加息地场上会更有耐性 美元指数跌近0.4% 暴跌了94.766 欧元对美元上涨0.3% 暴跌了1.1264美元 美元对日元则上涨 日本的央行本周将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市场就预期日本央行会增加刺激经济的措施 进一步地放松货币的政策 美元对日元较早前曾升至111.9日元的超过三星级的高位 最新就报在了111.25日元 建航与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签订了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战略合作备忘录 建航将为在新加坡注册的中心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300亿新加坡元的金融支持 新华社就报导了建航是同时与新加坡交易所 及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合作 签署了战略合作的备忘录 为中资企业到新加坡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债券融资并购以及跨境资产管理等提供服务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局长李月文就表示了 双方的合作将加强关键的中资元素 并且是推动更多项目取得成果 而一带一路计划也将加强互联互通 加快实体以及信息通讯的基础设施建设 阿里健康就公布了香港收购 以及合并委员会议室裁定了阿里巴巴两年前 购阿里健康控股权仪式明显是违反了收购守则 导致证监会就认购事项所收出的清洗 扩免无效 这种而是导致了强制性全面要约的责任的产生 除非该责任受到豁免 会员会裁定计算是强制性的全面要约所作价格的 其实点为0.3元 昨天收市价为5.61元 另外规则所提出的额外金额 鉴于是该额外金额的不确定性 目前是不大可能大幅提高0.3元的认购价 考虑到公司股份现行试价 以及股份自认购的事项以来的一个成交价 委员会已经豁免了阿里巴巴进行 强制性的全面要约的一个规定 公司相信委员会的决定并不会影响它的印作 按揭证券公司公布了去年9月中旬 推出的补价易贷款的一个保险计划 到去年底共批出了三宗的申请 平均物业的价值达到475万港元 平均一笔过的贷款金额达到120万港元 按揭公司就表示了 安老按揭计划去年批出了363宗申请 平均物业的价值达到570万港元 平均的每月年金约为16200元 至于按揭保险计划 去年新取用的贷款额达到了172亿港元 按揭市增加了7.5% 88%的新取用的贷款用于二手市场的物业 按揭公司去年就公布了业绩 综合除税后盈利达到了7.25亿港元 按揭市减少了2.8% 股息达到7.25亿元 好了 关注大家所有要问我们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28度 短暂时间有阳光 有几阵的咒语 今天的新闻书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